大家好,我是翔哥 今天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用手机在国内开新加坡华销银行的账户 这篇文章由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然后教大家开户 这是我的开户收到的银行卡 为什么开新加坡银行的账户呢 我觉得这个银行比起国内那些村镇银行 甚至于国内的大银行 更让人放心 而且更有自由 不会说你要取钱给你限制 比如说你要取大银的钱 在国内往往要你开各种证明 这样子来讲非常不方便 而且国内这个我感觉可能会一不小心 自己可能就爆雷了之类的 这个还是有风险 所以说自己呢 现金千万别都放在国内 我觉得国外你还是得放一部分 华侨银行这是Wiki对它的介绍 它是新加坡的第二大银行 总体来讲 这就说明这个银行是比较靠谱的 至少来讲新加坡是发达国家 而且未来和我们开通免钱之后 你去那边办事也比较方便 开户首先你得下载它那个软件 大家千万别下载错了 正常来讲我觉得大家应该不至于下载着 盗版的软件 这是苹果 iPhone下载之后 然后进行的一个开户认证的一个过程 首先大家看左下角 它介绍了 吃电子护照的外国人 是可以远程开户的 就直接网上就开户完成了 对于中国人来讲 这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如果你还没有境外银行账户的话 我就建议你用这个进行开户 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 能在国内不用飞机 不用飞过去 直接坐在办公室 躺在床上就把户给开了 第二页的话 他要求你准备好护照身份证 这两个是必须准备的 然后呢 他这里注明了 开户一个月之内 向此账户转入1000新元 则可以获得新加 15元新年的礼物 就是你开户之后 转1000新币 可以把这个账户激活 这是本人的一个代码 8s ragdos 如果用这个代码的话 入金1000新元以上 可以获得15新元的礼物 好 接下来就是提供个人的 中国国内的手机号就可以 电子邮箱 QQ邮箱 可以 我用的是谷歌邮箱 毕竟你都开国外的户外 我觉得具备一个国外的邮箱 也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页就是扫描 护照调新码 你扫描的时候 护照下面 它有一行非常长的 那个调新码 它会识别到这个 识别到这个 它就要求你 拿手机 这个NFC 去识别护照 封面上那个芯片信息 大概就在 中间的那个位置 你可以移动一下你的手机 移动几下 就可以识别到 因为万一你的手机的NFC 不知道是在上面 还是在下面 不知道在手机的哪个部位 你可以移动移动 这就是护照识别的一个页面 你看 hold your iPhone NFC Enable Passport 这个护照识别完之后 它还要拍你身份证 带你头像 已经住址的那一页 它得拍这个东西 拍完之后 然后它会要求你 做一个能脸识别 它会识别你这个身份证 和你这个本能 是不是匹配的 好 接下来就验证完了 就相当于实名验证完了 它你收集到你护照的信息 以及身份证信息 以及你能脸 相匹配的一些信息 这之后就是填写个人的地址 邮寄地址 填中国的就行 这里的话 我想一下 这里建议大家填拼音 汉语拼音 你不要整那些英文 你整英文的话 有可能快递员并不是很了解你的英文 到时候送不到 然后地址里面建议备注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以便这个快递员到时候给你送银行卡的时候 或者送其他信息的时候能联系上你 就这里 第一行一般是比较详细的 第二行就稍微次一点的 第三行就是比如说哪个市 这个地址 老外的地址就是和国内有点反着来的 就是从小到大 有证编码可以填 然后住址的话 我这里是自己租房的地方 就直接写住住 税号 这个一般人应该是有的 你填你自己的身份证就行 身份证号码就行 如果是公众人物这里填布 我觉得如果填试的话 可能比较费劲 他认证起来比较慢 一般人应该就填布就完了 这里 你要收他的一些信息 他推广信息或者什么的 我这里就直接勾电子邮件 电子渠道 其他的就不勾了 这里必须勾本人懂英文 我觉得大家既然能看到这个视频 觉得英文水平是不错的 然后就开户成功了 开户成功 也不能说成功 就是你这个流程走完了 等那边审核 他这里说 他会在五至七工作内告知结果 我本人是在秒开的 因为我本人是做ID行业的 可能这个 可能属于他的这个 优先级高的客户吧 或者怎么的 然后我对象呢 就第二天也通过了 我觉得就五到七工作内 不会不会这么久的 这是我入金之后的一个结果 千万不要入金一千新加坡员 因为他会扣二十块钱 这个手续费 是吧 这你建议你就 比如说入金1024 这一个好的数字 是吧 然后这个奖励不是立即到账的 我是第二天到账 接下来告诉大家怎么申请360账户 因为他默认了那个SSA账户 这个东西得存两万新币 算下来得十多万人民币呢 才能豁免你的年费 然后你申请360账户的话 他只需要3000新加坡币 就可以豁免年费 大家点击申请账户里面 可以找到那个360什么account 这个东西是会有一个 VSA卡寄到你前面填的那个地址上的 我一开始是没有填那个地址 所以说呢 我等了有五六天 我就发个邮件去问他 因为我也查询了一些信息 网友说可以通过这种形式问他 大家可以照抄 或者你用谷歌翻译一下 或者自己写一下 问一下那个什么checking number 他大概是五个工作日会回复的 其他回复的时候 我用这个回复的这个追踪号码 去邮政上查询的话 都已经到了 五个工作日就送到了北京 这是我追踪邮件信息的一个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10月9号出发 10月14号就到北京了 一共就五个工作日 还是挺快的 如果大家是在其他二三线城市的话 可能会略慢一点 应该也不至于超过10天 我觉得 这是他的一个邮件 我当时拍了个图 这是卡片信息 注意事项 同名账户汇还计划 大家不要用什么熊猫 什么数费之类的 他要求是你这个同名账户 啥就是同名账户 就是你汇还的时候 那肯定是用你境内银行的这个卡 他就有你的那个姓名 他是能检测到是同名账户 然后不要汇一个整的一千 你汇一个整的万一扣个手续费 你如果不是从新加坡或者一些地方 他基本上是会扣手续费的 建议大家转1050新币以上 15新币奖令 他不是立即发放的 而是第二天收到 一般是第二天 如果你当天的话 比较早的话 有可能下午能收到 通讯地址建议用拼音 你如果用英语的话 可能外卖员这个 我一开始是用的英语 还好这个外卖员给他翻译过来 还找到了我 扩户 背注一下自己的手机号码 360账户 存款3000新币以上 免收管理费 还有一个GSS全球什么什么账户 它是可以存其他货币的 SS账户呢 不留资金六个月之后 据说会关闭 不过我现在才开通一两个月 到时候再验证一下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 根据他的官网 那个文章介绍 还有节目预告 我后来会介绍以下一些节目信息吧 用OCBC激活外置账户 这个其实是挺方便的 直接用OCBC这个银行 他有一个扫二维码的功能 直接就把钱给转过去了 你的外资账户立马就激活了 第二是陆金盈利证券 这个是无损的 他通过 是因为都是新加坡的 这个银行之间转 所以是无损的 但是好像有一个限制 我也比较不了解 就是每一次限制是1500新币 而且这东西还没法改 当然一天可以搞好几次 所以正常来讲 这个也是够用的 第三是陆金盈透证券 这个就是我是用的这个swift 直接辉煌过去 推荐博客 这个博客不是本能写的 但是我觉得他写的很有水平 而且写的非常详细 大家可以扫码 按照他的步骤来看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关注本频道 本频道会分享一些 走资派的一些信息 然后也有股市分享 反正分享的信息比较广泛 但是大概都是和金融技术 股票基金这些相关的 谢谢大家再见